德国人是如何吃螃蟹的 机器自动包壳 吃起来方便快捷 真先进 螃蟹作为一种营养美味的海鲜 不管是清蒸还是红烧 在我国深受人们喜爱 但是螃蟹的价格并不便宜 最便宜的都要几十块钱一斤 像帝王蟹却要几百块一斤 很多人吃不起 然而 在德国 他们大多数人不喜欢吃螃蟹 再加上生态环境好 导致那里的野生螃蟹 泛滥成灾 看看这条公路上 爬着密密麻麻的螃蟹 数量不计其数 要是在我国 这样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出现 但是在德国却无人问津 甚至公路上的汽车 直接碾压螃蟹 看着多可惜 对于我们来说 这么多螃蟹 为什么不用来红烧下酒呢 我们吃螃蟹的时候 先用手将螃蟹壳 蟹脚等撕开 然后接着吃里面的蟹黄 蟹肉 那么你知道 在德国他们是如何吃螃蟹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 精彩的内容 德国人吃螃蟹 不需要用手去包壳包蟹脚 全程机器自动包壳 吃起来方便快捷 针先进 下面一起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包螃蟹的 我们知道 德国人干活有这样一个理念 能用机器干就绝不会用手干 所以德国人日常生活中 绝大多数事情都由机器来完成 比如采摘樱桃 并不需要人工一个一个摘 开着机器将树摇晃 就把樱桃收割好了 再比如杀猪 也是全自动流水线 猪师兄还没反应过来 就变成美味的猪肉了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当然德国人包螃蟹 也很有一套方法 只不过也是用机器代替手工 省时又省力 这是一套专门处理螃蟹的流水线 能够快速高效地将蟹壳 蟹脚、蟹肉分离开 第一步 工人将螃蟹 一只一只地平放在机器上 机器两旁安装有夹子 蟹脚被夹子夹住 这样非常方便后续地处理 第二步 夹住蟹脚的螃蟹 被传送到自动旋转切割机上 在这里切割机将螃蟹壳去掉 留下蟹黄、蟹肉和蟹脚 第三步 切割完成之后 接着需要用水冲洗 切割机下方设置有冲洗装置 当切割后的螃蟹经过此处时 自动将螃蟹清洗干净 第四步 清洗干净的螃蟹 被传送到另外一台切割机上 在这里将蟹脚切割下来 第五步 切下来的蟹脚被工人们摆放在传输袋上 被传送到另外的机器上 机器将蟹脚切开 方便取出里面的蟹肉 第六步 将切开的蟹脚再次放入到包壳机里面 在这里能将蟹壳与蟹肉彻底分开 第七步 最后将蟹肉进行筛选包装进行出售 德国人包螃蟹 机器自动化处理 效率极高 一条流水线一天处理几万只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比起人工处理 效率真是天壤之别 看完德国人包螃蟹的过程 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厉害 连包螃蟹都能想到用机器来包 大大减少了人力成本 难怪德国的螃蟹这么便宜 要是这样的机器能引进到我国 岂不是解决了众多吃货们吃螃蟹 嫌包壳麻烦的事情 不过也有吃货说 用机器包壳的螃蟹吃起来没灵魂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